擋住警察 警察後退 警察後退 擋住警察 警察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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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先生請你不要再接近巨馬了 會發生危險 警察先生 警政院的最新畫面 在這個人潮不斷湧入 在晚間已經造成有八名民眾受傷 還有兩名員警也是受傷的情形 而至於這個一名員警 是提凶及送因 最近狀況連線給記者周一德 主播跟觀眾趕快帶您來關心 目前在行政院晚行的這一場抗議的行動 剛剛呢 燒走的時候呢 其實陸陸續續有非常多的人受傷了 那麼在燒走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拍到這樣一個畫面 也就是呢 這個受傷的不只是學生 還有員警 有員警呢 他其實呢 可能在推劫的過程中 加上他本身的這個疾病史 發生這個氣凶 那麼現場的救護人員呢 就趕緊在現場做一個施救的動作 我們來趕快來看一下 燒走的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呢不只這名員警因為氣凶呢送衣囉 在燒走的時候呢也傳出了有八人送衣喔 那當中呢其實呢不只是員警也有學生的 有五人是送往台大醫院 那麼三人呢是送往馬街醫院 但是呢這個受傷的人數 似乎還在增加當中 包括呢其中有學生 因為呢在第一時間闖雞電視 結果呢誤觸電 那麼有觸電的這個危險 因此呢在剛剛的稍早的時候 也緊急送到了醫院